對 30%怎麼訂出來我不知道 不過就有一點像 有那個入資來才虛個辦法 好 就有一點像一百 身高140公里以上的 全部都叫巨人 都叫入卡 所以一竿子打下去 幾乎一半以上都打到了 我們根據到去年的第一季 目前上市上位公司 投資在大陸的有1196家 那麼它的佔比是74.96 將近三分之二 幾乎都在大陸有投資 這些投資總金額是2.5兆新台幣 以今年來講到第二季 已經匯回來5087億 賺的錢都有匯回來 所以台商在大陸 是替我們去打拚 去賺錢回來繳稅的 這些人你如果用33%的 所謂的一個叫做控制的話 一般來講所有的公司法裡面 沒有這一條 一般就是50%以上 不然的話就實質控制 這個部分來講 當然就交叉持股等等 另外如果以資產30%來講 那中間的經濟 所有你目前看到的國內的大企業 幾乎全部中標 營業額占30%的 因為我們兩岸的一個 按照去年我們的一個貿易總額來講 剛好占30% 所以很多公司 尤其是大公司上市的公司 幾乎至少沒有100家也有200家 所以幾乎全部都中標 所以理論上來講 這個法液設下去以後 對台商來講非常麻煩 另外你說接受大陸的支柱 差不多100萬到500萬人民幣 一般你如果新設廠的話 三免五減半 這個部分來講 比如像台積電到南京設廠 它全部都是綠色通道 然後它的出口 幾乎都可以退稅等等 這個部分來講 到後來連台積電都算錄製 它都有紅色資本在裡面 所以理論上這個一下去以後 你只要以後你想要在台灣 你要做包括電台電視台等等 這些所謂的媒體的話 你乾脆就完全不要到大陸去 你如果到大陸去 你只要沾上一點點邊 那可能你就會中了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百花從裡過 哪有可能半夜不沾身 一定會沾到 所以現在台商幾乎都沾到了 這個法如果說這樣可以的話 以後台商說我以後 政府整個都要掩飾 乾脆一口也不行 乾脆給我試就好了 這樣比較簡單 你設30%來講 目前根據我們現在的 所有的統計的資料 可以看到的話 應該超過200家以上 是 而且大企業頂著重商 這種中小企業來講 身家全部壓在那裡 不是就全死了 對 我這個還不包括中小企業 如果再把非大陸的 海外地區的投資是6.5兆 裡面有很多免稅天堂 再把它抓出來 因為你如果真的在投資 一定審查 審查一定是祖宗三代 甚至祖宗九代 你們包括你們以前的祖先 有沒有當漢奸 祖先有沒有通通給你列出來以後 全部都會現行 這樣的話可能所有 包括您講的台灣中小企業 全部都不行 是 你看 你一刀切割所有的錄資 剛剛憲哥給了一個數字 對 光是第三季 你知道台商賺回來的錢 5000多億對不對 對 5,087億 好 那到底是愛台灣 還是害台灣 我們就拿出數字來佐證 先來看到 如果說這個大刀一砍下去的話 你傷的不是中小企業 你龍頭企業一樣也中槍 好 我們來看到營業額30%不得投資 媒體有多少企業會中槍 不只媒體 其他的都是 我們來看到截至108年第一季 這台上市公司667家上規公司 529家合計 有1196家到大陸投資 佔全部的超過74% 累計的投資金額上市公司 投資台幣兩兆2588億 上規公司2446億 我們剛剛特別提到的 合起來是2兆5034億元 收益累計會回來 會回來的金額高達了5087億元 好 那麼這是在這個 我們來看到在台積電的部分好了 今年這個 現在看到台灣對大陸的出口 貿易占了42% 就是今年上半年 台灣對大陸出口高達668億美元 所以我們對陸出口4成2左右 那麼另外這個是在台積電來講 我們的護國神山 在大陸的客戶營收占比 我們不要看過去 我們就看到今年的第一季18% 好 當然你說像王定成柏惟 這票人也很緊張 也就是說如果北京要的話 台積電可能就會被北京 直接買走之類的 所以趕快趕快要設門檻 但不管怎麼樣 我們先回過頭來看到 受到衝擊影響的龍頭企業有哪些 統一嘛 我們來看到成立統一中控 專營大陸食品統一企業 製造銷售在香港 2017年營收人民幣212.97億 超越本業在台灣的營收 現在南橋佔比50% 那麼另外鮮活果汁 在大陸進果汁原料製造 所以它營收是全部來自於大陸當地 還有德曼在大陸的營收 也佔比超過了三成 另外保存預期製協業 保存15% 那麼預期38% 另外福徵公司的 他們主於包財的部分 身家都在那 90% 那麼造紙不管是這個 榮成永豐魚 都是超過三成以上 那滑紙是15% 我們先來看到這裡 所以憲哥 先幫我們解讀一下 要這樣怎麼辦 這樣怎麼辦 對 目前看的這一些 都是屬於大企業 也就是說他可能在20年前 30年前就到大陸去深耕了 但是比這個更嚴重的 就是他的聚落去的 他可能佔比就不是30% 可能60% 甚至您剛剛講的 百分之90幾都有 我整個就大陸 全部幾乎在這邊 台灣只有研發中心 我台灣只有在做 台灣接單大陸出口 比如說鴻海 去年鴻海集團做6.2兆 6.2兆我們不要講多 中國大陸至少5兆以上 這個就比這個更大了 其他還有更多的 所以如果這個一限制下去的話 你乾脆就是說 你只要是台商 就剛剛賴老師講的 只要有賺中國大陸的一毛錢 都不能 因為只要有一毛錢 他就有影響力 怎麼會沒有影響力 因為你拿人家一毛錢 這一毛錢就是髒的錢 所以你一定會有影響力 乾脆就這樣 不要什麼30% 30%其實以目前來看的話 不要多不要少 中小企業他可能也沒有 那麼大的影響力 光是大企業可能 就至少超過100家 就是你現在叫得出名號的 絕對超過100家以上 包括什麼電子五哥 甚至連我們的面板都有可能 什麼全部幾乎都是 所以你如果要下去 你就乾脆賣就比較厭 乾脆都滿 憲哥他還有一條 說接受對方政府機構 就100萬跟500萬 這樣每個都對 對 退稅就對了 你光是退稅 前面那五年的三年五減半 助理一下 補助也會輸 還有那個退稅 就全部都中槍 你如果要這樣 我們比較有氣力 大家都不要去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的錢不要賺 因為那錢都落十錢 憲哥辦公室 去那邊以後也會被他的 理由賺到錢 政治人物都不能收現金這樣就好 對 這樣殺你 你知道我們去年 我們前年兩岸的貿易最高額 我們的順差跟大陸賺多少 我們的前年賺最多 賺到1289億美金 中國大陸美金 那去年的話降下來 我們去年中國大陸賺738億 但是我們台灣總順差是434億 如果中國那738億 把它拿掉的話 我們是逆差300億 9000億 9000億的逆差 一年都用外匯用完 是啊 如果沒有賺單位的選 我們外匯只有4000幾億而已 所以說其實這實在是 他們這些都是吃飯吃肉 他們吃吃飯吃飯吃鳳來美食會團 他們都不知道那些做工人 那些財商的可能 你入圍那些錢是回來 肚子出來還是中間人家印的 不是嘛 是我們的水金 是我們這些大陸賺膜 全世界這樣做 這樣糟糕 回來 糟糕的稅金 還不到送你入圍一個月30幾萬 不然剛才會出千年 所以這些人其實 你不把大陸賺幫忙就拿掉了 好 你就設斗設施 乾脆不然這樣 台灣總要整個輸國起來 我們都不要做生理 台灣主要是貿易立國 所以這個對台灣的衝擊 是無法想像嗎 就是包括食品 民生消費產業 電子產業 整個都是首當其策 這個大陸賺膜 我們剛才說賺膜 我們大家都很愛國家 我們想要交稅金給國家 這沒關係 我們有賺錢交稅金 但是我跟你說 你如果不是這樣負 天也不會入心 想到要交稅金 想到就真的會去 會賺膜 這個政府沒有幫我們幫忙 就這樣 讓我們刺激去 這有是鐵架 很貴 不是 萬一貴就是這樣 是你們真正都會 不過你們自己人 賣漾哥不是還有錢 不會過 不會過 你為什麼拿著你拉 這個不是在愛台灣 這個是真的在愛台灣 是啦 不錯 但是你這樣就變說 你中軍犯罪不是潔債資稅 沒有多少多少都有這種人 你也不能說 國民黨都是吳施懷對不對 這種行為不是愛台灣的 這個是把我們自己人推出去 把他當作外人 我覺得這個行為 真的是非常的不可舉 可是他們就一定要這樣子做 要彰顯他比較特別這樣子 我們就是太自由民 你黨團要約束 我贊成憲哥說法 黨團要約束 我覺得民進黨要有黨紀 要有黨團力量 自由民主政黨 而且政府也要有立場 陸委會主管機構要有立場 你不能夠說 助任他 助任他去發酵 然後去鼓動那個民粹 就是怕發酵風向帶了 對 然後風向帶鼓動民粹 然後網友 14502開始在那邊飆 飆到最後以後 好像形成一種氛圍 然後陸委會一看縮手了 然後民進黨一看縮手了 那就害死台灣人 害死廣大的台灣人 不可以的 我覺得應該要當機立斷 每年都有一大部分 這樣我也一直說 不可能 不可能 這個很難講 我們就交給你了 沒有 其實 他真的沒有當立委 是嘛 所以拍胸部 我好像對立法院也很熟 每年都會有這種 亮哥講的是公道話 也就是說 他這個並不是現在政府的政策 也不是民進黨的主張 這確實 但是當他已經變成是一個 記者的提案 並且在媒體報導的時候 他會變成是一種 我們常常講 外交的競賽 或者是軍備的競賽 這個叫做愛台灣競賽 所以說這些委員 是這樣愛台灣的 反對的就是不愛台灣 就是想要被中共當作控制 就政治先進一概不準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加碼 直接受衝擊的 其實就像是陳羽甄委員 他就會被人家抹 就你看你講什麼 他就要拿來做對比 但是民眾的視聽就會受影響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國民黨其實如果要更 我個人不重要 更辣一點 陳羽甄委員就下禮拜提案 什麼30% 3%以上就算 然後大家在看起來 我就在身邊說對 我就覺得是這樣 再加碼 所有的政治獻金不准收 其實我覺得對 包含政治獻金 但我覺得或許天安委員 也沒有希望他過 或許天安委員也沒有希望他過 我舉個例子來講 2016年蔡英文總統剛剛當選 民進黨立法院過半了第一年 那個時候 對於我們的公投 可不可以涉及領土變更的時候 國民黨的兩個委員 賴世保跟黃昭順 也在內政委員會講說 後來既然我們都選輸了 我們就算了 馬上民進黨的包含趙天麟 李敬玉全部說 沒有 沒有 這知識體道 自己說回去了 所以這個時候講30%的時候 你就把他加碼變3% 或是完全支持 他要去連署 這時候反而就退回來 王定宇現在在民進黨那是最活躍的 對 沒有 賴老師他是以大局在看 然後講道理 但是問題是我剛剛講 這事情是分兩部分的 因為他在政治上是會有效應的 年輕人看了以後 就一看再看 這就是愛台灣的立委 那邊就是所謂的田共 所謂櫃台立委 我講一句話 有信心的時候都叫台灣之光 沒信心的時候都叫櫃田賣台 如果照這個標準看 當時跑到美國大聯盟 去投球的王建民 他每天賺都是美國人的錢 他就這樣 他變美資嗎 美國 沒關係 前兩年 對 前兩年 我來講大陸 前兩年台灣因為我們的氣候的關係 水果很甜 但是太多滯銷 結果有多少鳳梨試駕 後來賣去大陸 如果以規模比較小的 水果公司來講的話 他可能當年營業額 就超過30%賺大陸的 那怎麼辦 變入資了 所以我說有自信的時候叫什麼 台灣之光我們水果 賣去大陸 賣去北京 我們的鳳梨 他們叫菠蘿什麼 在哪裡都受歡迎 這叫有信心 因為台灣水果賣得好 每次你說你都是被控制 被傀儡 因為你都賺大陸的錢 所以你一定聽大陸的話 所以你一定會跪在那邊 所以台灣現在就變成是這樣 愛台灣競賽 這件事情其實說實在的 倒過來看 要講就把它講清楚 台灣太多東西 跟大陸的這些有相關 為什麼 這個跟喜不喜歡大陸 這個政府跟日本完全無關 因為我們很近 因為就只隔了一個台灣海峽 100多公里而已 我們中華民國很多友邦在拉美 在貝里斯 在掛地馬拉 觀眾朋友你有去過嗎 坐飛機15個小時還要轉班 那我們怎麼把我們的農產品 把我們的東西賣去那裡 市場也沒有那麼大 所以這是現實問題 大陸的現實 它的市場就在那裡 台灣多少食衣住行的 這些行業都在往大陸投資 因為就是近 你現在只要講說 營業額不是資本而已 只要你賺大陸 你公司賺的錢當中 超過30%是從大陸來的 你就變中資了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我相信在網路上 有很多年輕人叫好的 既然有提 我覺得就應該要問問陸委會 到底你的意見是什麼 不要閃躲 因為現在看起來 只要是這種所謂 機敏的議題就是 反正我過回答就好了 但是你會跟你說的 亮哥講的是大白話 可是民眾他不會 那麼理性的去看這個問題 他會想說你看 這個才叫做顧台灣的議員 那些都是走去大陸那裡 跟人家這樣固固固固的議員 他就會產生差別 選舉一到 那當然選票上面 國民黨又會吃很大的虧 我覺得這個議題 他並不是重點在於 真的要對付這些企業 他是要在下一次選舉的時候 來獲取這些魂力 這一關台灣的政治 本來就要過 國民黨如果要再執政 這一關也是要過 你也是要面對 其實修法沒過 選舉的時候 人家照樣用這樣來打 不是一樣 對 所以國民黨 國民黨要更 還是要面對 還是要面對 就是更兼必親眼 大家如果要用這個 來比賽愛台灣的話 然後就國民黨可以提 提更前進的這種 譬如說 其實很多 其實今天比如說 那個陳廷衛委員 他們政府委員已經提出來 要修改這個 他說我是覺得 他們說要修憲 我覺得那個實在是不務實 因為修憲的四分之三比較高 不要講這麼遠的事情 就直接先修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該修的你覺得符合 把它修成符合現狀 我都支持 因為現在修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比較容易 民進黨是過半數的 只要半數委員統一就會通過 裡面包括範圍 定義什麼都要修 不然就像歐陽娜娜這件事情 很多東西你就全部寫得清清楚楚 你乾脆說什麼歌你不能唱 什麼歌要被禁 寫到那麼細 什麼話不能講 正面表列 對就直接講 哪一些詞是禁用語 在台灣對不對 講清楚 我覺得跟著明白一點 我們就直求對決 我也覺得就是直接講 玉珍講這個概念跟王定宇用的概念 其實都不得不承認一件事 都是只能夠在兩岸關係 人民條例裡面來運作 他的修法也在兩岸關係 人民條例裡面來修法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看的話 他們都承認 就是兩岸同屬於一個中國 所以才會有兩岸關係人民條例 如果他不承認 兩岸同屬於一個中國 他根本就不會有 兩岸關係人民條例 應該就是中華民國 或是所謂的 台灣獨立共和國的 一個投資條例 應該是這樣 換言之也就是說 他也不敢這樣做 因為我們的憲法 規定我們就是中華民國 我們就是中華民國 兩岸都是只有一個中國 兩岸都是只有一個中國 所以兩岸才會有 兩岸關係人民條例 因此當王定宇要玩來玩去的時候 他也不得不承認 我們是兩岸關係 是大陸地區跟台灣地區 他也不得不承認的時候 他就直白講 我們就是中國 我們就是一個中國而已 因為我們絕對沒有兩個中國 我們根本也沒有台灣共和國 這王定宇 不是 他直接應該修 你也不要那麼阿Q 你為什麼是修 兩岸關係人民條例 你乾脆就把中華民國憲法 都廢掉 不然的話 你今天要修 兩岸關係人民條例要修法 表示你承認 接受兩岸關係人民條例 你既然接受兩岸關係條例 那表明得很明白 你就是承認 兩岸同屬於一個中國 不要再阿Q了 夠了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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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